一年一度的客家艺名嘉年华会在台北登场 现场超过200个团队参与十分热闹 总统马英九帅吴伯雄、郝龙斌以客家话向民众问好 并表示政府将会致力推动客家文化 不过在活动现场也遇到声援大补的民众表达抗议 气氛一度紧张 热闹的打鼓敲锣声 伴随游行队伍缓缓向前 还有穿着溜冰鞋的五龙阵头 一年一度的客家艺名嘉年华会在台北登场 旧鼓民众 主机大典以旧鼓民众宣告开始 由总统马英九担任政线官 担任世界客属总会长吴伯雄 台北市长郝龙斌进行肃募的主机大典 一旧宫 再旧宫 三职宫 祈求风飘雨顺 国泰民安 很多拍得好 总统马英九现场秀出他的客家化功力 全程用客家化日词 并保证政府将会致力推动客家文化 主机大典最后除了欣赏客家表演外 欢迎齐齐拍拍战 一起大合唱客家本色做首尾 客家传统马鼠香味四溢 吸引民众购买 一旁还有传统歌舞表演 一名嘉年华活动举办三天 主播单位估计将吸引超过十万人参与 今年的活动主题特别不一样 吃饭或者去龙田挑蛋 或是到哪里都要挑着蛋 它的意义就是 我看很多人带着小孩子 还有年轻年变 让他们知道我们鲜明的苦 去了解他祭拜的文化 游行的文化 因为这都有很深的我们在地的文化 让我们整个客家的文化继续流传 让我们的后代子兄 对我们客家人 这个终于的精神更了解 园区主祭坛上参办民众络移不绝 通过祭拜传统文化的回归 看到了客家精神的再次展现 新唐纳的电视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